以後教你看著 Well, we are brother 講這些就見愛了 Yeah, we are brother 對了,我記得好像有一個 紅十字組織的醫療分隊去了南非 他現在還在嗎 Well, let me think 好像是有件這樣的事 不過我來這裡之前 他們好像已經離開了 影片為什麼問這件事 沒事,沒事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第316集 到底是緣分還是巧合呢 他竟然和林悠悠是同一天回國 只不過他比林悠悠早一點 從M國紐約飛到SA處事要13個小時 激動欣起狂躁 還有13個小時 就可以見到那個女生 葉謙他好像失心風一樣 在機場大堂不斷開心歡呼 大家都看著他 就要看神經病一樣 機場的security呢 就走過去葉謙那裡 葉謙他興奮地抱起一個保安 不斷轉圈 搞到那個security都有點驚訝 幾乎當葉謙是些什麼匪徒 終於按在地上 葉謙帶著協議少少 迅速離開機場 十三個小時 他有十三個小時做準備 自一輛的士 直奔林悠悠原本租的那間屋 雖然林悠悠離開了去做事 但是沒有退屋 依然放在那裡 葉謙他好像小朋友一樣 很興奮地報紙 想給一個驚喜 林悠悠 這個才是他想要的 翌日傍晚 葉謙開著車 馬上就趕過去 希望可以報紙 他來到機場大廳 之前在家報紙十幾個小時 葉謙他不累啊 只是興奮和激動 半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沒試過相思 永遠不像這種相思的煎熬 這半年 其實相當之忙碌 葉謙很充實 不過有時夜心人靜 葉謙的腦海那份 對依人的思念 由如一把佔刀 逐點逐點地在戒掉他的心 痛並快樂著 這就是相思 可憐良笨清只為相思路 而在飛機上 林悠悠看著窗外 飄過朵朵白雲 心情 你都是難以壓抑地起伏 半年不是很久 但林悠悠好像覺得 已經過大半世似 因為發生了太多事 多到令林悠悠有點不敢相信 葉謙還記不記得自己呢 葉謙有沒有變呢 不是說林悠悠對愛情不信任 對葉謙不信任 而是半年喔 真的可以變很多東西 想起以前的點點滴滴 林悠悠嘴角都浮現一抹幸福的笑容 那林悠悠的旁邊 就坐著一個二世組的年輕人 她說你說的 姐姐 想著什麼 你的樣子 好像 師春一樣 發生了小孩 林悠悠 就瞇了林悠一眼 喂呀 亂說什麼呢 嘴巴那麼臭的 林奕他新生來 笑騎騎啦 林奕就是林猶猶的堂弟 父親早世 母親是CH省財政局的一名普通公務員 由於林猶猶的父親林凱是沒有兒子的 所以分了很多藤愛給林奕 希望他可以繼承家族的事業 帶領家族走上輝煌 林猶猶就繼續說了 你呀 我看你等一會回去怎麼跟我爸爸交代 竟然一個人偷偷跑到紐約去看什麼演唱會 嘿嘿 那誰叫我喜歡他嗎 他每場show 我都會看的 我才不想做官 跟那些一天都說話沒句真 只是耍官腔的人一起 悶都悶死了 那這些全部都是你的責任 不論你自己願不願意都好 都要承擔起他 嘍 然後轉頭就沒有再你林猶猶了 林猶猶無量看一口氣 同身看著窗外的白雲 同一片天空下 兩個互相牽掛的人 彼此有等候 葉謙捧著一束鮮艷的玫瑰 九十九朵 代表天長地久 機場廣播終於響了 葉謙她發誓 是她第一次覺得機場的播音源聲音很好聽 因為這架飛機是搭載著她最深愛的女人 貴來吧 那待會怎樣做好呢 是直接衝上去給一個大擁抱林猶猶 還是張開雙手迎接林猶猶的擁抱呢 葉謙的內心很多事情想 鐵真真的漢子竟然有點緊張 對呀緊張得有些不知所措 過了很久其實幾秒而已 葉謙就好像等了很久 好像等得來過半年 終於見到一對青年男女 推著行李劫走出來 相談甚歡 葉謙她眉頭一皺 想著走出去迎接突然停步 笑容都僵了在那裡 沒有人可以注意到 這位鐵打一般的漢子 竟然在打冷陣 狼吻的人 葉謙她沒有處罰 畢竟大家都是狼牙成員 一樣是為狼牙流血犧牲過 甚至狼吻的人 境界是高過狼牙的人 付出得更多 因為他們生活在幕後不大 但付出很多 沒有人知道而已 對狼牙是很忠心 葉謙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就好像朱子一樣 無論她處於怎樣的想法 葉謙都相信 朱子的立場是維護狼牙 朱子和修羅的屍體 葉謙她 其他同事要將他們口葬 而名字也刻在狼牙的烈士紀念碑 包括逆星神和任天爺 他們的名字都刻在上面 任天爺雖然傷害了自己最心愛的兄弟 但他選擇用自己的鮮血洗擦自己的罪孽 葉謙一句 兄弟 一路走好 就說明 任天爺都仍是狼牙的人 生是狼牙的人 死是狼牙的魂 就算埋入黃土化作孤魂 都要守護狼牙在土地上 見證狼牙的輝煌 保護狼牙的根基 摸著墓碑上一個個名 曾經個個都是生蝦這樣跳的 現在呢 賣光去黃土之中 連死都未能夠雲歸故里 看到這一幕葉謙的眼淚 忍不住流下來 不知什麼時候 他的名字都會刻上這塊墓碑裏面 第3117集 人生若子如初見 你說多好呢 千副萬緩似出來 腦海裡所有幻想 竟然在這一刻無聲幻滅 葉謙他好像被人點了穴 站在那裡 見到葉謙那一刻 林悠悠的笑容都收了 因為他看過去的時候過了很久 兩個人就四目相投 未見時期待 相見時激動到 竟然走不開第一步 而不同的就是 林悠悠現在身邊 多了個年輕人 搞到葉謙很不開心 有一種失落的感覺 從他心底裡升了起來 而林悠悠 就突然見到 招絲無想的男朋友 心頭抑制不住有孤極凍 終於 林悠悠笑了 眼淚水爆發聲流出來 不理得那麼多東西了 扔下個行李 就撲到葉謙那裡 葉謙打個凸 然後呢 有一些笑容拿出來了 沒錯 這個女孩 仍然是他第一次見到的那個女孩 這個女孩 依然是他朝思舞上的那個女孩 她仍然是這麼漂亮 就好像不沾凡塵的仙子一樣 都是這麼善良 可愛 對自己心如盆石 葉謙她張開懷抱 抱緊林悠悠 林悠悠 就把自己的頭 插在葉謙的肩上 哭到打硬震 是幸福的哭聲 是幸福的淚水 是幸福的混亂 抱了很久 林悠悠抬高頭 就問葉謙 你有沒有顧著我 當然 說完之後 立刻 嘴上去 這就是最好的回答 巴黎鐵塔 反轉 再反轉 那林悠悠的舌頭 當然是伸過去 忘情回應 我還以為你剛才會很激動地 躺身過來抱著我 為什麼你沒有 那些花呢 送給你的 而這個時候 林悠也都拖著行李箱走過來 見到葉謙 由上而下 打涼了一眼 就問林悠悠 姐姐 你兒子 你普通貨式 林悠悠就挖了林悠一眼 就對著葉謙介紹 阿謙 我和你介紹 這位是我的堂底 林悠 這位就是你的姐夫 葉謙 姐夫 葉謙很喜歡這個稱呼 原來是舅仔 幸會幸會 你好 葉謙說完之後 就被林悠悠疲了一眼 接著就繼續說了 你呀 別這麼認識 剛才那件事 我回到家才跟你算數 林悠悠 她根本 都免得正眼看葉謙 這個二世祖 和當初黃普少傑比 更加目中無人 她眼眉眨一眨就說 欸 姐姐 不妨你們煙韌 我要趕回到HCC 蛤 怎麼這麼沒禮貌 林悠悠就挖了林悠一眼 有點生氣 葉謙呢 當然沒事了 輕輕地在臨悠肩膀搭搭 年輕人 有個性我 姐夫我喜歡 看似輕苗淡死地搭搭肩 但就令到林悠這個二世 有點頂不順 她覺得 有一股疼痛在肩膀傳過來 她倒吸一口涼氣 幸好葉謙只是輕輕拍一拍就鬆手 林悠很驚訝地看著葉謙 在她眼中 這個世界上 關係和權力是最重要 就算你一霸可以蓋死我 你都要夠膽才行 看著林悠離開 葉謙也少許 就對著 林悠悠很溫柔地說 葉謙 走了 回家了好嗎 嗯 一走出去機場 大堂外邊 冬天啊 所以林悠悠也打了個冷震 葉謙馬上脫了一件外套 看著 今年難得下雪 沒痛傷 嘩 我好久都沒見過落這麼大的雪了 阿謙馬 我還不想回家住 不如你陪我四周回逛逛 嗯 我想去看黃浦江啊 好沒有啊 林悠悠就帶著幸福的笑容回答了 好啊 怎樣這次南非之幸 累不累啊 有什麼失禍 如果我不是親眼所見的話 我想我真的不敢相信 原來到了這個時候 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人窮到連飯都沒得吃 衣服都沒得穿的 對他們這些人來說 看病吃藥 就更加是一種不敢奢望的事了 唉 如果這個世界上可以沒有戰爭的話 那就好了 是床妹來的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爭鬥 無論是有人的戰火 還是無形的燒煙 這些我們是改變不了的 嗯 其實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的 我只不過不明白的是 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扶貧基金會 作學基金會和醫療基金會 但是籌到那些錢 都去不到真正的窮人他們手上 難道這其中有些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現在有很多基金 都是那些富豪為了罪念財富 又或者那些資金可能需要撥下去 但是真正呢 去到那些窮苦但是還有需要的人手上 沒有多少 個人能力永遠都有限 想解決所有窮人現在的困境 是要靠政府的 床妹 別想那麼多了 只要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 力所能及的事 過到人過到自己就行了 嗯 我知道了 對了 你知不知道我這次去到南非 聽到他們當地人說得最多的是什麼 聽到最多的是什麼 是狼牙 我聽到當地人他們說得最多的就是你們的狼牙 是啊 他們那些老百姓好像很親近你們 是啊 那就因為你老公仔我做了好多好事 哈 你這麼不知醜的 林悠悠 他又瞄了葉謙一眼 就是這樣 聊聊天 車到黃布江邊 兩個人就下車一起上了東方塔 跳望整座SH市 嘩 龍仔一片白茫茫的大雪之中 另一番的美景 林悠悠依會在葉謙的懷中 看著遠方才說 阿謙啊 你說我們為什麼要生而為人 到這個世界上走一趟呢 嘩 這個問題很高深 什麼我的悠悠都變得那麼多仇善感嗎 那你先回答我吧 嘩 我的悠悠 聽到林悠悠整個人鬆軟了 好幸福地看著葉謙 人到世間走一趟 無非都是想找自己最深愛的人 保護他 保護他一輩 此生無憾 終生無悔 那你呢 我啊 嗯 我的世界很簡單 男人的世界 它不是單純的大殺四方 堪長臨力 不是領迫溪徑向上爬 只有權貿和腹鼻 更加不是純粹的江山如畫坐擁天下 這些東西 講白點 都是男人用來畏薄紅眼一笑而已 所以很多人 講就說為了江山 放棄最初的愛人 到頭來 都是悔不當初的大節大悟 奈美人不愛江山嗎 那放在古代的話 你可能是一個昏君 昏君就是昏君 你都是那麼多 只要能得一自己 你始心而無憾 你看 那些波浪 永遠都有後浪在那裡 前浪 很快就會被掩埋 誰可以永遠 站在巔峰 繁華鬧斯 燈光普照 我們見到的繁華 是要一象功成萬骨庫 而自己 遲早都會變成 萬骨庫其中的 一副白骨 即使你擁有天下 最後 都會化作一杯黃土 那你說 天下重要些 還是自己重要些 林悠悠這個時候聽完 很幸福 因為沒有女人 不希望自己的男人 是個蓋世英雄 打落大片江山作為平禮 但是林悠悠就明白 擁有眼前的幸福 珍惜眼前人才是最重要 無論他身邊這個男人 是一無是處 還是坐擁天下 只要兩個人 能夠雙衣雙灰 就可以了 天地間 好像時間靜止了 他們兩個 就在東方塔抱著 看著整個SH廚師 慢慢風雪 成為最美的風景 林悠悠就看見葉謙一眼 阿謙一眼就說 阿謙阿謙 我有點冷 不如我們回去吧 好啊 冷就回去吧 葉謙他 期望用自己的體溫去融化這個 令人哀聲 令人憐愛的女孩子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第318集 愛 永遠是這個世界上最永恆的話題 沒錯 所有電視節目 電台節目 網絡節目 網絡的熱手話題 都是離不開 晴晴塔塔的 因為永遠 什麼年紀 只要有人 你都可以談愛情 同性 異性 什麼都可以 但是 亡年的 還有 一些不為人看好的 都可以來談 愛 是這麼一個簡單的字 但是 又有那麼複雜的含義 當林悠悠 退開屋門 進去的那一剎納 他整個人都牛了 開始忍不住打冷神 因為掛滿了危紅燈 閃一下閃一下 就有些燈光在這裡 而彩帶 氣球 鋪滿了整間客廳 中間 亦都有一幅巨大的照片 是葉謙和林悠悠的合照 旁邊寫著兩句話 天涯海角總追憶 與內欣開並編化 女人 在對待感情方面 始終都是感性過男人 看到這一幕 林悠悠的眼淚 就巴巴聲流下來 是幸福的眼淚 喜極而泣 林悠悠轉身 撲入葉謙的懷裡 幸福地抽一 老公 多謝你 看見你這種反應 總算沒有白費我的功夫 好了,別哭了,傻妹 進屋吧 還有精彩在口頭 你坐下 坐在這裡,不要動 然後 林悠悠很驚訝地 看到葉謙捧著早就做好的一道菜 晚餐就拿上桌 林悠悠很驚訝 她有點難以置信 這些菜 這些菜全都是你煮的嗎 今晚叫做加勒比肚餐 是我的冷手好菜 試試看 在林悠悠的心目中 面前葉謙這個男人 絕對不是一個輕易會進廚房的男人 今次為了給她驚喜 親自下廚 接著呢 吃一吃一吃 又開始 眼淚水在眼珠裡 朗朗朗朗朗了 怎麼了 傻妹你又哭也有 你呀 經常搞到別人那麼感動 我怎麼會不哭 過了一會兒 林悠悠就向葉謙提出一個要求 阿謙呀 我想去浩天集團找份工啊 哦 去浩天集團做事 為何這麼突然呢 你的理想 不是做一個護士嗎 其實做護士呢 可以救到的人始終是有限的 我在南非那時候呢 就聽說浩天集團他們旗下 有一個很大的扶貧基金會 所以呢 我想進去做一下事啊 這樣就可以幫到更多的人 阿謙呀 你會支持我的吧 但是來浩天集團很辛苦的 整天都要去些很偏遠的山區 又或者 在一些流行病的地方 我不怕辛苦的 因為有你在我的背後支持我 是不是呢 好啊 你想做什麼 我都會支持你 說到一個秘密 你知道吧 其實 我就是浩天集團的老闆 你說真的嗎 你做什麼呢 當然是真的啦 傻妹來的 不過你不可以幫我講好說話的 我要自己去建工 你記得啊 如果不是的話我會生氣你的 那好吧 那好吧 我不幫你 你一定要對我負責任的啦 負責 一定負責 放心啦 第二天一早 葉謙就帶著林柔柔去見老爹 而行千里沒有擔憂 離開了SH市那麼久 葉謙知道 老爹肯定 又不知半夜三更 流過多少擔心的淚水 池牆的老人 似乎會表現一種很大意想念的感覺 但是 每個夜裡總是獨自承受 替葉謙擔憂的痛苦 如果林柔柔 是葉謙一直想保護的人 那老爹就是葉謙一生都敬重的人 這位磁場的老人 他不是用強健的體魄 臭大葉謙 也不是用無比巨大的手掌 溫暖著他的生活 對於老爹 葉謙是充滿感恩 雖然買了房子給老爹 他不用像以前那樣風雨中十方 但是葉謙知道更重要的 都是要經常陪他 哪怕是聊聊天也好 喝杯茶 其實陪伴是最重要 見到葉謙和林柔柔來到 老爹面上 立刻就笑到四晚那麼厚 他不知道葉謙做了多少 否則 老爹就不會那麼擔心了 見到葉謙 葉琳就立刻彈過來就說 嘻!爸爸!你回來了呀! 林柔柔打過突 蛤!半年沒見 女兒也有過呀? 嘻!喂! 你妹!有沒有聽爺爺話? 嗯!當然有啦! 林柔上次就幫爺爺去撿了水瓶 我們買了好多好多錢呀! 葉琳閃著眼看著林柔柔提問呀 爹地呀!這位姐姐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呀? 你不要亂說呀!你現在背份很小而已 叫什麼姐姐呀?叫媽咪!快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會把媽咪叫老早呀! 那林柔柔就瞄了葉謙一眼就說 林柔乖!我們沒有理他呀! 叫姐姐行了! 這個時候老爹已經在廚房做事了 葉謙就放下一個小妹在梳化上 摸摸頭就說 乖得在這裡沒動 爸爸和姐姐去幫爺爺手呀! 啊!這樣稱呼背份好像亂了 那林柔柔就去到廚房 就叫老爹不如休息啦! 老爹呀!當然我來啦! 你去外面休息一下呀! 啊!好! 好呀!好呀! 葉琳在旁邊彈彈彈彈走出來就說 爹地!姐姐!我來幫忙呀! 好呀!林柔好乖呀! 那你懂做什麼呀? 嗯!有啦!我懂得集賽的! 是呀!那林柔真的很聰明呀! 行了行了!姐妹!出去陪爺爺聊天吧! 我跟你…我跟你媽媽有話聊呀! 林柔就是喜歡叫她姐姐呀! 激死你呀!爹地! 哈!你這個美女呀! 柔柔呀!我不管呀! 以後呢!你給我出力生! 我出力播種! 我們一於… 將下一代… 努力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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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呀! 你們… 哼!個個個合起來欺負我! 我沒人幫那怎麼辦呀! 喂呀! 你這麼不知醜呀! 誰答應跟你生寶寶呀! 喔! 一邊煮食,葉謙就把葉林的故事 簡單地向林柔柔介紹了一次 過了一陣,林柔柔就笑著說 你放心啦! 林柔她以後就是我們的女女 你看看她,這麼乖又這麼聰明 我一定會愛惜著她,看著她的啦! 突然間,葉謙電話響了 一看,是寒雪打過來的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麥007,米小蝦,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三百一十九集 見到葉謙她在眉頭緊袖 林柔柔就很驚訝了 怎麼了?是不是出了甚麼事? 頂她的廢,教育廳那群酒囊飯袋 竟然夠膽,拉一些學生去陪酒也有 你有啊,你在這裡,我好快回來 嗯,那你快點去吧 老爹,我出去出去,好快回來 好了,葉琳就拿件外套給葉謙 爹地,你穿件外套啊 外面好冷的,你小心冷了 乖了,出了門口,葉謙馬上打電話給阿Jack Jack,你三個小時 全部調整保安公司所有人過來 在金碧輝王門口等我 要夠牆牆,他老尾 那把全家產一定是嚴命牆 阿Jack聽到這個電話 他不明白為何葉謙會這麼怒氣 因為金碧輝王都是他們的 調這麼多保安過去幹什麼呢 難道葉謙他沒事找事做? 自己掃自己的牆 但是收到命令,阿Jack也不敢怠慢 聽葉謙的語氣知道他真的很怒氣 馬上叫所有保安 而葉謙又打電話去市政府辦公大樓 他不理得怎樣和黃平就懶不客氣寒暈 直接把整件事簡單地說完完原委 黃平大吃一驚 冬天都滴得頭汗 唉,他心想這些傢伙也是 那麼多人不聊,是要聊葉謙幹什麼啊 於是他立刻打電話去紀委 一行人就風風火火趕過去金碧輝王會所 葉謙的仙犬 影襯著葉謙那架黑色林寶堅尼蝙蝙蝠 在城市中央飛出奔馳 真的很光彩奪目 葉謙的怒火 絲毫不可以被這種寒冷的天氣所鎮壓 那群滿口仁義道德 但一日到刻做些髒骯髒的所謂領導 竟然叫那群高中生去做陪酒 真是有欲斯文 很快去,一個極速飄移 葉謙的車很穩地停在金碧輝王門口 那群保安馬上走過去 他們很熟悉這輛車 因為是金碧輝王新老闆的座架 一下車,葉謙就問 喂,你們,今天是不是有教廳的官來過? 對呀,他們在人治豪包間 還有一些一中的學校領導都來了 你們不用跟過來,我自己過去就行了 說完,葉謙就大步流聲,趕過去人治豪包間 離遠就聽到裡面有一些嘻嘻哈哈的聚咒聲 還有一些小妹很收劫的推堂聲 聽到這樣,葉謙就火氣都來了 然後三步合兩步,去到門口 一腳就撐開門 包相裡面 有五個頂著大肚腩的中年男人坐在這裡 旁邊就有七八個妹 韓雪也在其中 我想都是一中的學生 其中有一個中佬 打算灌韓雪喝酒 聽到大門被撐開,大家轉頭吧 其中一個,有點頭髮危機的大肚腩中佬就說 喂,你哪位啊?誰讓你進來啊?爛醉啊 韓雪立刻站起來,撲過葉謙裡 二哥 不用怕,沒事的,二哥來了 說,誰是你們說得到事的人 哈,你就是韓雪的家長了吧 哈,其實呢,事情就是這樣的 這日賴下午都沒說完 葉謙就一巴聲過去 屌你老美,不用你解釋 我是問這裡誰說得到事 哈 嘩,好威後火啊,年輕人 那你睜大眼睛看清楚了 這裡的人,不是你得罪得起的 老伯,發發發生什麼事 兩個保安稟告完之後 葉謙衝進來 直接衝進去就是人字號包間 上官飛雲作為經理都趕到過來 葉謙冷坑一聲 上官飛雲,這樣的客人 都陪入我們人字號包間嗎 你一直等我,二哥幫你出頭 接著,就一腳撐下去 那個光頭大肚腩那裡 整個人被他撐得飛起 旁邊幾個見到這麼大陣仗 怎麼還拖啊 他們聽得很清楚 面前這個年輕人是老闆 不是他們惹得起 那這個禿頭中佬跌在地上 搓著肚子就是這樣 喊很痛啊,很痛啊 那葉謙就冷坑一聲 然後上去撿著他撿頭髮 就拔出去外面 然後轉頭看著包間裡的人就說 你全部給我滾出來 要不然我一個一個打你們出去 聽到這一句,其他客人怎麼敢遲疑 立即雞腳跟上去 而那個光頭中佬其實沒有幾條頭髮 被葉謙這樣拔,真可憐 就沒有了 上官飛雲,望一望在場的學生 似乎明白了 這班人真不像樣 竟然找些學生來陪走 還拔掉葉謙的妹妹來 難怪老闆發誤大浪禮 上官飛雲想一想 是時候向狐副總理報告一下 要大力整頓 那班學生亦各個排隊跟出去 他們哪見過這樣的場面 早就嚇到被個洞都沒用 剛剛出去 幾十架豪華斯加車全部飛過來 一落車 幾十個鐵血保安公司的保安 穿著青衣色迷彩作戰服就落車 帶頭的是黃浦少傑 看到葉謙拔著人出來 黃浦少傑立刻雞腳過來說 師傅 是不是要開拖 我這陣子 真是忍得很辛苦 手都癢了 喂喂喂 開什麼拖話 說話斯文一點 搞什麼搞什麼 那邊全部都是我們好領導 是百姓的好幹部 你看住 你不要亂來 少傑 手癢 這班官來的 好好照顧他們 嘩 好啊 聽清楚 老闆說 面前這班官 只要不打死 怎麼玩都行 嘩 那班保安聽到 立刻興奮到不行 因為葉謙剛才這樣說 很明顯 這班官 其實就是鑄米大蟲 是百姓的禍害 來的 本作品由鴻達以太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戀戀生蕭脈 007 米小蝦 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320站 這班保安 很多都是退伍軍人 以前都是受過這些所謂的官 很多氣 在他們眼中 只有國家軍區領導 和鐵月保安公司 才是正派 其他都是渣 那班領導 現在嚇到整個人 打了冷針 雜時間 就被幾十個保安圍過來 算害怕 接著 我們就可以看到 保安出手很重 而那班領導 就叫救命 叫到V哇的鬼叫 那葉謙呢 就一巴一巴掩過去 領導是吧 衝太頭鬼是吧 叫學生陪酒是吧 我敢死你 你們這班主蟲 社會的敗類 擦白黨 死飛仔 國家百姓交稅 養你這班扑街 廢柴 讓你們搞好教育 培養下一代 帶出來陪酒就是培養是吧 所有人 脫下他們的衣服 我看他們肚滿腸肥 而且脂肪也好排出汗 你們 你不是很喜歡喝酒嗎 各位同事 拿冰陣啤酒過來 那些保安就在旁邊說 嗚ар Templ本 沒有冰陣啤酒了 不鄙定 那來的天氣 拿出來擺一擺 稍後就透清涼了 搬幾箱出來 那班清泉 雖然不知道葉偏為何要拿啤酒出來 但是老闆現在興奮奮 當然不敢反抗 立刻就走過去 沒多久就搬了幾箱啤酒出來 黃普少爺旁邊就很詫異了 師父呀 請這幫混蛋喝酒呀 那領導們喜歡 那就是 堵仔仔他們身上 不要急 慢慢堵 看看會不會瞬間變成冰人也好 那韓雪在旁邊見到 就有點擔心地衝過來 二哥呀 不…不要啦 傻妹來的 沒事的 我就是想給全世界看看 誰敢敲我葉險妹 別說我是這些奴才 就算天皇老字想欲你 我也要 把她打下來 而那幾位所謂的領導官 在那裡打冷陣 她發現 已經動到想喊救命 也喊不出 而黃普少爺很興奮 趁著啤酒衝過去 找牙巴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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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